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久性的curves是由混凝土组成的 目前零食性的curves也使用GRC玻璃纤维混凝土 在新加坡目前是使用橡胶了 curves的设计取决于赛道路段是否是入口、出口、apex以及出完后的缓冲处 curves的定义是为了让车手了解赛道内与赛道外之间的界线 用意和一般道路上的路见一样,就是请保持在道路上 赛道的确显得平坦和颜色形目 这是因为在驾驶场内的视野非常有限,而且也设计凹凸 以便车手能够快速的判断赛道边缘 当然,较为平坦的路间,在高速行驶的赛道中也是安全考量之一 FIA 规格的curves都是800毫米宽 Apex Curves从赛道边缘的0毫米,上升50毫米,到距离赛道外的400毫米 然后延伸到后边缘距离赛道800毫米 这些被称为斜边,或我们英文讲的bevel curves Acid Curves Acid Curves有分两种,解释也相对的比较复杂一点 它拥有50-100毫米的波纹 每一个波纹为800x800毫米的正方形 对角线上的表面具有双重坡度 波纹往行进的方向,追行上升 这种颠簸会让你分不清楚是哪一种Acid Curves 有可能是Positive Curves,也称为Very Longer Curves 路间会从赛道表面升起 或者是Negative Curves,Melbourne Curves 路间从赛道上滑下 但Negative Curves只有25-50毫米高的波纹 再说,这种Curves的另一边 一般会有一条2尺寬的人造草皮 这是为了防止车手而易使用路间以外的边缘 这是Sausage Curves 这是Banana Curves 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出现在高速王道的边缘 接近草皮的 相对Sausage Curves却是属于比较多争论的一个小小路间 为什么我会说它是小小路间呢? 因为它看上去就像是小波道 会同时出现好几个 目的是为了进一步 阻止车手们过分的超出跑道 和减少车子超出跑道造成的损坏 好,先记住这句,因为随后我会提起 Banana Curves在很早前已经出现在普遍的赛道上 高度和坡度比一般FX Curves来得更高 但并没有比Sausage Curves来得可怕 Sausage Curves在赛道界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 但它对于F1相对比较新 在于F2、F3更引起争议 随后我会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Sausage Curves的一些报道 Curves不仅采用鲜艳的油气提醒车手 哪里是赛道的边缘 还利用凹凸的设计 让车手感觉自己已经压在了赛道的最边缘 除了仅是赛道边缘 一些Curves还设计有排水的功能 上面我提及的Melbourne Curves就有排水的设计 大家都知道,除了十分严峻的气候 一般下雨天,赛事仍然会继续 为了确保赛道的功能 如今我们的科技不仅可以做到有排水设计的路间 就连感应器和摄像头 也都一并设计在一些路间里面 为了记录全速速度和审查作用 当然也少不了我们常常在镜头上看到撞广的第一视角 Curves对于车手也有很大的帮助 例如弯道切入,出弯缓冲区域 这些都为车手带来很好的行车路线 但是要记住一点 Curves不是赛道的一部分 它是属于百线外的 FIA的规定是只要不是四个轮子都压在Curves上 就不属于off track 所以这个属于是灰色地带 另外这些行目的Curves也为车手带来了另一个好处 就是刹车点 Curves出现在入弯处 拐点和出弯的缓冲区域 利用这一点 车手可以准确判断下一步和调整路线 玩过赛道的朋友都了解 利用Curves的确可以达到重量转移 更好的行车路线更快的全速 但并不是每一种Curves都可以使用 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是安全的 对于行手来说 Curves反而是危险的 颜色鞋验的油气表面其实很滑 尤其是在下雨天 对于不同悬挂设计和调整的赛车 对于不同的Curves反馈也不一样 这些都必须经过反复的练习和慢慢摸索的 我们常看到的车手都一定会使用Curves 来拉到弯道的行车路线半径 但有时候你也会看到 没有在使用的时候 除了路线问题 有些Curves不止不会让车手更快 还会破坏抓地力和悬挂平衡 令车手陷入危险之中 从这点你看到Curves的真正用意了吧 接下来就和大家聊一下 关于这些设计危险的路减 是如何限制车手的 应该说限制嘛 好让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Curves会造成如此恶劣的批评呢 还记得我刚刚有说到吗 减少车子超出跑道造成的损坏 问题就在这里 它们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相反的 让事情变得更糟 F2 F3的车身高度比F1更低 这也是为什么每当它们经过Curves车底都会插出火花 但Curves比起其他的Curves来得更高和更陡 如果轮子压上去 会让车子严重失速和破坏悬挂的运作协调 简单来说 就是随时会失控 Sofia Flourish 在2018年的澳门发生了严重事故 车子和这位德国车手被跑在工中 随后撞击在赛道的礼拜上 他随后被送进医院进行脊椎手术 这是第一件针对Curves引起的言论 Alex Perroni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而红牛车队的负责人Christian Orner则提及 赛道旁边的Sauceas Curves 对奥地利的红牛车队造成了25万英镑的损失 Sauceas Curves 也许是在空中 一般的车子发生了一架 伤害的事故 那这车子在外面的车子上有什么 在空中的车子上 那在理论 他们使用车子 在保护运队障礦 在座位的车子上 这是在空中的车子的车子上 那里是一种烧毕 这这种车子车子 一些赛道的curbs必不得已 也必须把它们拆除 或者仅仅只用于排位赛 包括去年Alex Peroni发生事故的Monza跑道 尽管如此 FIA在受到如此恶劣的批评下 并没有打算废除使用Socius Curbs 而且Michael Messi还声称车祸是车手的食物 车祸和Socius Curbs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相对新加坡的跑道 也有不少的Socius Curbs 但没有如此严重的事故发生过 要决定拆除必须要有强力的证据 让我们继续观察其他的跑道 没错 对于大部分人 尤其是受害者 Socius Curbs是致命的 是危险的 而且还认为是不合法的 但如果我们理性地看回 Socius Curbs出现以前的赛事记录 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FIA会设定Socius Curbs这玩意儿了 除了Socius Curbs以外 Apex Curbs Acid Curbs这些路间的标准 也在逐年改变 高度提高 抖度变大 等等 为的不是让车手跑得更快 而是更有可能的限制车手 我们可以看到几年前的一场比赛 Apex Curbs的高度完全可以通过F1的车底 让他四个轮子都骑在了这个Apex Curbs 利用这个Bug来超越对手 虽然赛后被判了Penalty 但车手利用赛道的Bug走在灰色地带 这对于每一个车手都是不公平的 对于这些事故 Curbs的标准 和赛道的规则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和大家分享哦 就这样 既然你已经看到这里的这名小弟 我已经重够了一半哦 不要忘记订阅按针和分享哦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意见和idea 感激不尽 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卫生 请洗手出门戴口罩和多喝水哦 晚安